下一個有機化物種類叫做酸 酸酸 酸酸就是前面剛剛跟你講的那個 前面剛剛跟你講的那個氫啊 氫類的氫被這個所謂的酸基 COOH所取代的 這個是我們平常大家念作酸 很多都念酸 可是呢根據教育部的字典 他應該念作酸 而且這個字還不是造字來的 那個氫基的那個氫基那個氫啊 那個都是造字來的 剛才講那個搶基那個搶也是造字來的 可是這個字不是 這個字是以前就有了 以前就有這個字 然後這個字的意思是毛織平的意思 毛織平的意思 不過以平常替人家念的說酸基 可是他正確應該念作酸基 酸基 他應該念作酸基 你就聽我唸酸基就好了啦 我習慣唸他酸基 就唸錯也就算了 就酸基 OK 酸基的通識是長這樣 酸基的通識長這樣 跟剛才的情況是類似的 跟剛才的情況是類似的 就是 剛才不是去掉一個氫變OH嗎 所以是2N加1嗎 這邊怎麼樣 去掉一個氫變成COOH嘛 就變成 所以變成CNH 2N加1 後面COOH 可是這樣會造成一個問題啊 那什麼問題咧 你發現甲烷取代就變什麼酸 乙酸 甲烷變成乙酸 因為 有兩個碳啊 就有兩個碳 兩碳叫乙嘛 所以因為這個COOH就有一個碳了嘛 所以你去掉它之後 等於碳會怎樣多一個出來 所以甲烷會變成乙酸 那乙烷就變成丙酸 乙烷就會變成丙酸 就不一樣 所以呢 要注意一下 好 那甲烷這樣寫 甲烷這樣寫 H COOH H COOH 甲烷呢 就是叫你們被那個什麼螞蟻咬啊 被螞蟻咬 被蜜蜂丁啊 就是它裡面分泌甲烷 甲烷的俗稱叫乙酸 螞蟻的乙不是甲乙的乙 不是甲乙乙丁的乙 是螞蟻的乙 它叫乙酸 它化學師叫H COOH 這個要背一下 因為有人會忘記 有人會忘了甲酸該怎麼寫 所以要背一下 H COOH叫做甲酸 它只有一個碳 只有一個碳 只有一個碳叫做甲 所以就是它的狀況 好OK 那酸的性質就是 是酸 酸會怎麼樣 融離水會解離出 氫離子 所以它是酸性的 所以呢 剛才的那個醇是什麼性 中性的 因為它在水中不解離 這個呢 融離水會解除氫離子 它是酸性的 好 乙酸 俗稱叫做醋酸 沒有顏色 有點酸味 大家都知道嘛 喝醋嘛 吃醋嘛 酸的 然後一融於水 是弱酸性的 好 融於水弱酸性 它也是 它可以吃 平常吃醋嘛 加 吃水餃都幹嘛 酸辣湯啊 什麼加醋 酸辣湯 然後呢 然後可以工業原料 可以做香料藥品 合成纖維 再看一下就可以了 它也是用 它也是用那個 發酵法 一般來說也是用 所謂的發酵法來做的 然後我們也是要到後面 才會教發酵法 來教你說怎麼樣去做出來 那就是 酸的性質 那重點就是 記住酸有什麼東西 酸有是有COOH COOH 所謂的縮肌 或者是椎肌 有椎肌的 就是叫做酸 然後呢 它會顯示出氫離子 然後記一下 醋酸乙酸 醋酸乙酸 我們前面已經學過了 把它其實再重新複習 學習就可以了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有沒有